检查中网黄市民第二次在台北地方法院来进行开庭 为的就是他自己的泄命案 不过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现在除了现场有媒体大政策要准备之外 其实室内还有室外都有法警 还有省区的分局的原刑能一一的在这里戒备 原因就是因为今天检方是传唤了行政院长 将一话来到庭当作证人 最主要可以厘清的可能就是有两点 第一个是时间点的部分 明明这整个关说案是在9月5号才贞结的 不过没有想到黄世民在9月4号就已经前往行政院院来跟将一话报告 这到底有没有泄命呢 今天要厘清的重点之一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内容部分 究竟呢黄世民跟这个江一话到底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江一话当的底 知不知道这整个这个案情的部分有没有涉及泄命 今天也是检察官要传唤江一话的重点 而在稍后呢大约是两点十分的时候 江一话就会在这个随护的陪同之下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 而之后呢其实这个黄世民也会到庭 可望可以知道的是他的王牌律师团也会随时在撤 有最新的消息呢也会随时为您掌握 我先把镜头交给朋友 会主委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到底 接下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有最新消息 我们立即会来告诉大家 那大家记住哦 江一话可是现任的行政院长哦 现任的行政院长到法院做证 那他可是第一个啊 当然总统坐证的阿扁都有过了 但是如果行政院长那可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发展值得大家来关心 不过我们要先来看一个 就是美和事案两个官员已经收押进建了 哪两个官员 一个叫做联科开处的前处长 叫做高家农 另外一个是呢 第四课的前科长叫王明昌 这两个人收押进建 另外有两个是交保 这个案子到底会怎么样呢 那么昨天台北市市议员徐家先 也告诉大家 说是不是马亚英九有护航 所以才能够移转呢 大家还在质疑 那今天内政部部也有出来讲话 不过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日识认识 美和事相关的新闻报导 十三栋高楼座永和案第一排 台北捷运新电机场联合开发案 美和事 报告出B案 官商勾结 北市府亏了百亿元 前联合开发处处长高家农 前四课客长王明昌 遭到检方采定收押进建 传出还有高层指示 这是一个成案 在我上任之前就已经定案了 一句话 好市长推给马市长 议员还质疑 马亚英九当了总统后 也和美和事脱不了关系 马总统的团队又适度的发挥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就是由内政部会同交通部以及法务部 对于这些土地移转登记的遗誉 做了非常多的解套 2001年由前台北市长马亚英九 亲自和志胜生签约 2007年开始预售 原本预计要在去年12月前就交屋 但同时开发却遭到监察院救证 拖了快一年 直到2013年5月 新北市收到来自内政部引荆届署的发文 由中央派出凶普保证 联合开发土地移转没有疑意 国籍行政稍率以及民众权益 希望能尽快通过 9月日期一度过 马上让所有1600多户的成购户 可以向日盛求偿 不但是要退回原始购物的价格 还可以追加利息相关的赔偿金额 这可能会重创日盛生 美和市争议大在台北市签约 建案却在新北市新店 负责开发的郝龙斌 建案所在的朱立伦 没人敢拍板 中央一纸公文就神速交屋 一言执疑 难道是前市长 马总统护航才来过关 案情恐怕 想象上延烧 再来新闻 报告同黄世廷台北采访报道 这个案子照理讲 不可能一个小小的处长 一个小小小的客长 就可以自首这两天 把一百多亿就送给了建商 局长不必负责吗 局长也被贪了 市长不知道吗 你相信市长不知道吗 今天郝龙斌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连估价都是在上一任 马市长的任内就决定的 那可不是我郝龙斌估价的 郝龙斌出来讲这个话 那到底这怎么一回事呢 请我们的徐老师来告诉大家 徐老师 对 其实郝龙斌讲这个话 让大家觉得说 除了我们看到被收押的 这个科长跟处长 两个大家讲是余文之外 我觉得那只是两个小余文 郝龙斌觉得自己才是 最大的余文 为什么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 日盛生这个老板 各位看一下 最近全台湾都在讨论的 林荣显 林荣显他一开始 其实日盛生生活科技 他本来叫日盛生活科技 大家以为是一个科技厂 后来发现他转型变成什么 营造厂 十几亿的规模的公司 在台湾算是中小企业 可是被马总统 被马市长 从总统 从市长到总统 任内养成一个大的 这个以前是丑小鸭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天鹅 18亿的公司 可以标1200亿的案子 大家在谈这个 这个美额市的时候才发现 这1200亿不只是生意而已 赚的钱 几乎是可以到一半的情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这个日盛生的老板 林荣显 这是他跟马总统 那时候在签约焦酒的案子 焦酒的案子更有趣 很多人讲 焦酒就是他发迹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焦酒的时候 发现他的公司资本不够 钱不够 结果台北市政府做什么 马总统帮他做什么 马总统帮他做三方连带 台北市政府帮你保证 台北市政府提供地利 台北市政府帮你去弄到钱 台北市政府帮你保证 各位观众 焦酒现在做出来了 焦酒那个转运站才小小一块 其他一大块是什么 是饭店 是这个所谓租用的住宅 就卖这个使用权的 是这个百货商场 大规模的百货商场 很多人去金站 不是要去搭公车 去搭客运 很多人去金站 是要去逛街看电影的 谁帮助他了 各位可以看到 老板 林老板以及这个马市长 我们看一下 到底整个日生生生 在台北市政府 透过连开 取得多少好处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不只是台北市市 各位看到的是新北市市 是谁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这是我们内生部长 什么案子 新北市的合宜住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日生生生这个公司 最喜欢做的是什么 跟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 做连开案 土地 资金 甚至保证 都是政府提供的 很多厂商不愿意做 现在在这个关系 已经做到哪里去了 已经做到新北市来了 会不会是未来的总统 投居投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继续看 不过我们现在 先要讨论一下 到底 整个日生生生 发迹的过程 这个林隆农显 这个老板 他发迹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 从2003年 这个捷运永春站的EAT 大家经过都会看到 可是问题是 这个案子不是很大 最重要的是 今天焦酒 精湛 焦酒 这个BOT的工程 马总统在卸任之前 卸任台北市长之前 他会觉得 他最重要的政绩是什么 焦酒一定要做出来 所以为了让焦酒做出来 钱不够帮你借钱 地不够帮你弄地 让你有很多好处 然后再来看 接下来2007年 有南港机场连开案 这个还没有做过 这个规模也非常大 松山这个文创研区就在附近 那目前我们讨论的 就是美和氏这个案子 2007年才开始 就是完成 可是其实是在2001年的时候 就已经签约了 谁跟他签约 马总统 马市长的时候 那接下来还有2010年 敦南派出所 这个地上权的设定案 大桥国小 捷运开发案 木炸捷运站 这个新一十八 完工 2011年 2012年 这个人爱附近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都是联开案 都是跟谁合作 都是跟马市长合作 都是在马市长任内敲定 好市长任内执行 所以好 龙斌今天讲这个话 各位听起来 我像我是个大鱼文而已 那可是 谁签约呢 我们看下一张 好 我想这是 市议员们非常辛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近这个案子爆发 大家都要调公文 只调到一张公文 什么公文 2001年嘛 市长那时候的签约公文 以方代表的是谁 林荣贤 日盛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案子的实作庸者是谁 林荣贤 以及马英九 这两个人的结合 我想真的是可以演一部片 为什么 一个小的公司 如何在一个大市长的栽培之下 慢慢茁壮起来 透过联开案 变成一个大型 而且获暴力的公司 那我们看一下 本来监察院有在查 一个弹劾案 这个处长跟科长都被弹劾 还有局长 然后一个纠正案 纠正台北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交屋的时候 就有些很多疑虑的时候 谁来出来解套 内政部 各位看到 内政部 一个关键的公文 要求新电市工所 配合 移转土地 当时因为 监察院在查 所以有争议 那如果当时没有移转 也就是说 任何卖给一般老百姓 卖给一般民众的 不能成交的话 那各位产权还在谁的手上 这个美合设产权还在我们的手上 还在台北市政府的手上 未来要充公 要收回 其实都可以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公文 今年 7月的一个公文 让他可以移转 现在全部卖出去了 那大家问李鸿元 李鸿元说 内政部回应说 是请台北市政府 本于全责 解释法令 并不是合可 也在推卸责任 李部部长 你也在推卸责任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NVCR 在这个台 新北市的这个 何宜住宅 来捡财的时候 你也到啊 你跟新北市政府的 市长 这个朱利云都在那边 跟老板都在一起啊 你这个公文 没有帮他解套吗 结果今天出来 撇清说 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换得了是什么 产权已移转了 那请问台北市政府 我们台北市民 台湾的民众换得什么 换得一张支票 我们看一下 什么支票呢 因为当时说 怕这个以后建价 从一建价 日生生需要赔钱 所以让他可以做土地 转移之前呢 叫日生生开张 三十五亿三千万的支票 各位看到 这张支票 这就是看得到 吃不到的 为什么 就张支票 为什么 这认本 请本局 资财 还是 暂存保险柜 各位 这张支票 在哪里 这张支票 在保险柜里面 有没有对线 没有 有没有把这三十五亿 放到国库里面去 也没有 日生生生 只要开一张支票 我真的怀疑说 他有没有三十五亿 放在那里 也不需要 因为没有人会去对线 哪一张本票 还是在文具行买的 对 是玩具票 我们 属于所生的 玩具本票 你只要花二十块钱 到任何一家文具店 可以买到一本 然后每一张 你都可以写 一千亿 两千亿 五百亿 三十五亿 随便你写 这样子的本票 他可以收 徐徐律师 你至少用 台资本票 一团的本票 徐徐律师 我相信 捷运局 台北市任务 不是笨蛋 这样子的支票 为什么要收 我告诉大家 因为上面交代要收啊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去法院 拿这张支票 要跟法院要做担保什么 检察官会跟你说什么 你笑话 法官会告诉你 你不要开玩笑啦 法院要的一定是 银行开出来的本票 才可以要 竟然这种 玩具本票 就这样开出来啦 徐律师 因为有人签名 叫玲珑贤 这三个字 非常有效 没有钱 台北市政府 帮你弄钱 没有地 台北市政府 帮你弄地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三个字 一张玩具本票 可以骗台北市政府 不要骗台湾老百姓 我们接下来看看 关于这个过程里面 有相当多的争议 我们看一段BCR 在公文签下 马英九三个大字日 当年马市长亲自 和日升生签约 但除了记者手上 这份公文以外 其他联开案 大多都立为机密 唯一曝光这一份 是89年 北市政府和日升生 联合开发新电机场 也就是美合式的契约书 只有不到三页的内容 和市长盖章 议员想查细节 马上碰闭 以前的马市长 一定不可能跳脱 这些文件 已经适隔10年了 甚至快20年的案件 为什么你完全 列为机密文件 我们完全不得去 进去去了解 所以呢 他是用机密文件 去保障他自己的 这个私乡收受 或者是有关三勾结的内幕 公文机密有两种 国家机密一旦泄漏 可能爆发国安危机 一般公文机密 为的是标案开标前保密 或保护检举员等 不过马市长任内的联开案 早就发包完成 为何迟迟不解密 你要恭喜我们 好市长 谢谢 一棒谢一棒 棒棒棒 都要棒 谢谢 马总统露出满意笑容 和郝龙斌 洗手视察 日盛生的精湛BOT 这个案子一样 公文不公开 52件市府连开案 全都列为机密 不过只如此 连北京富邦合并案 公文本身就列为极机密 独国医院监督 在一天内火速盖上 九个印章 以惊人效率顺利通过 市府曾经公文全都依法列案 绝对没有刻意加密 不过碰到马市长 公文就用神印 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 让人想不透 三列新闻 黄宝同黄世霆 台北采访报报道 我要告诉大家 要提供担保 没有人用这种玩具本票 提供担保 玩具本票所提供的担保 就等于没有担保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 可是我们政府 竟然可以接受 这多离谱的事情 是吗 这到底有什么必要 你造假的高雄市 代理市场 所以一定高雄市场 你怎么造假 这种本票 你高雄市的接受吗 我想这个是开玩笑的 刚刚这个加金的这档票 我就直接把它改成五兆 对不对 你是文具行买20块 我改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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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很离谱 你一定是台资本票 就是台湾银行的开具的票 这个才具有保证的一个效果 你一直开的没有人会收 林荣显 大家都收 台北市就专门收他的票 我告诉你 我相信连郭台强 王永庆 他们都不会去开中本票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 破题是说 这个江一花要去地医院作证 对 其实大家了解说 其实这些联合开发案 因为都是在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因为今天路线陆续开辟嘛 这些联合开发案 几乎都是马市长跟日升三升签约的 几乎都是在马市长任内 就把这个整个契约的一个框架就把它定下来 我今天有特别问了一下高雄市长在办理捷运的这个场站 不管是联合开发或VOT 交通用地是在它的所有权里面 是不是不能变更所有权 不能做所有权的一个转移 所以当时高雄市政府曾经请日升三升的老板 来高雄来评估说要不要来投资 高雄市政府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所有权不能变以转 所以说交通用地的所有权不可以移转 那为什么每个十四条 所以这个就等一下我再有时间 然后再跟大家解释法令的一个问题 这个所有权是不能办移转 所以刚刚这个永明老师在讲 监裁委员当时提出纠正 监裁委员的纠正里面就是说 根据这些所有权的移转 这个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 你才可以做移转 那按照道路交通用地的这一个 有关的所有权 这个按照土地民法的规定 是不能办移转的 是不能办移转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假如要办移转 你必须有法律授权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当时监裁委员 包括马蚁工监委 在纠正报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法务部当时回给监裁员的一个函 里面 更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新北市就 因为朱立伦对这个案子有意见 所以朱立伦特别在当时今年二月的时候 去了一张函给内政部询问说 那他这个所有权我可不可以办移转 那新北市就援引法务部的其中一个意见 认为说在法律没有充分授权的一个情况之下 这一个能不能办理移转 这个部分是有待商却要来做一个理清 新北市特别讲了这个意见 结果在我们过了大概到今年的七月的时候 内政部询问刚刚有名老师讲的这张函里面 就讲到有关这个部分 所有权能不能移转这个部分 行政院历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就没有移 所以就放手就让他去做所有权的一个移转 内政部放水让他 内政部 所以昨天我带内政委员 我就询问李洪源部长 说这个是你们部里面有开会吗 你们做了一个解释吗 然后没有 这个是行政院法规会 行政院 要及各部会 这是不是放水啊 到底是不是放水 所以这个是行政院放水嘛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日商争论其实 这一个不管是政府的一个权力分配的 这个部分或者是说涉及相关 违法的这个 这个姑且也不谈 到现在 行政院还有内鬼 在帮日盛生跟台北市那种护航嘛 对不对 到现在还有内鬼 对啊 你现在这个所有权已经移转了 对不对 这大家都分别 这所有内人都 才一押了两个 还一押了两个内鬼 现在内鬼还有很多吗 行政院有内鬼 连行政院都有内鬼 行政院有内鬼 所以一开始我 会不会说更高层可能还是内鬼 坦白来讲能够更改这些决议 新北市中有几乎是朱立伦的态度在今年五月或六月的这个一周刊里面 因为他讲得非常清楚啊 他讲得非常清楚啊 朱立伦的态度讲得非常清楚啊 朱立伦怎么有错 好龙斌统的楼子朱立伦拒买单啊 所以他就是因为拒绝买单啊 所以那个文当时新北市又来刚刚文 所以新北市总结了嘛 他不办理移转嘛 朱立伦不买单 因为朱立伦知道 他要说很厉害的 会让你拒绝 这些事情嘛 所以做行政院直接死了 我说要不让朱立伦不买 朱立伦也会怕说 要不让你行政院自己去开个门 这样我知道 大家看这个新闻 大家在看这个新闻 美和氏弊案 郝隆斌重申 上任前就已完成孤家 所以换句话讲 大家在开始推责任啊 因为 整个检查院的报告 跟现在所有检查官所认定的就是 你的孤家大不死 你伪造大文书 然后这里让国家损失了一百多亿 所以换句话讲 损失了这一百多亿 那朱立伦当然就不给你移转 朱立伦说一移转的话 他可能变共犯 说朱立伦不移转 结果就由行政院 一定要美和氏是土地可以移转 然后现在一变出来以后 郝隆斌说 那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估计的 朱立伦不移转 就让你上估计就来 这很处 刚才前面的委员有说 这一份内地政部的公文 其实他里面 李宏源虽然讲说 我没说他可以移转 可是大家不能买计的 他看第四个点 他说 查土地登记法的相关规则 然后这篇的时候就说 登记机关即应即刻办理登记 是有的哦 然后下面再跟你回应哦 说请你按照这句话 最后一句话 转请登记机关 静依登记相关法令 审核后本于职权着处 他就叫你再回来这一条 他刚刚就跟你指示了 就是按这一条 按这一条办理移转登记 对 而且呢 对不起哦 这个发文日期叫做 7月10号 民国几年 102年 今年的7月10号 最奇怪的是 7月10号内政部发了这个公文以后呢 我们台北市捷运局 马上跟日生生生就订了这一份 写议书 就是刚刚讲的这一张本票 之所以产生的日期 这张本票就是在7月17号 一星期之后 这张本票就要开出来哦 照他开个35亿的保证金就好了 对 那上市的保证金把钱拿来啊 现金拿来啊 徐医师 关键在这里 如果没有这个文 不能移转登记对不对 对 不能移转登记他会开这个本票吗 哦 他不会开啊 对啊 这个全部都是 都是套好招的啊 所以这是 都是套好招的 这是台语讲的在拌拌拌拌 对哦 也就是抗双簧啊 徐老师对话也有说 其实我有跟他说过啦 35亿到现在 第一个他金额怎么算出来 为什么是35亿 为什么35亿 对哦 他明明A的国家100多亿 为什么算35亿 对哦 然后再来他有没有真的35亿放在银行 没人知道 没有啊 没有啊 这张就 文具行买的本票 清菜怎么开都可以 我开五十十兆 放在保鲜箱里面的玩具票啦 这张就代表35亿哦 对 那我可不可以开一张100亿就给他 其实 但是我在委员会里面哦 说那局长 现在哦 昊主席是这张票给我拿进去 拿进去市库银行里面 我说不可以不可以 我这样来去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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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一步一步才逼出来这些东西 齁 就写一书里面也是写的很清楚啊 写的什么 写的什么齁 写的说我们将来齁 还要 不是给他估价而已哦 估价是说 我已经到七个月十七出来之后 九个月内哦 要重新完成估价 就等于明年的三月十七号 要完成所有的估价作业 但是 不好意思哦 估价作业出来没准算哦 他说还要进行 所谓的 呃 诉讼 或者是 既然要诉讼 现在就可以诉讼 为什么再等九个月 没错 这就是最诡异的地方 居然还要诉讼 诶 拜托我 我一直在想不通 这种协议书委定的出来 台北市政府是怎么样 许是 法规会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会进行呢 因为现在不能诉讼啊 因为那时候七月的时候 才在转移啊 把那些东西卖给人家 你如果那时候诉讼 你就要求说 停止转移 对不对 你明年诉讼的时候 这个房子都卖给人家了 哇 那那是 那到底是谁在掩护啊 对 又要仲裁 又要诉讼 他说仲裁或诉讼 那既然要仲裁又诉讼 那这个 这个就没有意义啦 对不对 既然又要仲裁又诉讼 那看这张本票有什么意义 对 所以这张是在骗人的啦 对啦 所以到头来 这是空头支票 所以我们刚才说玩具支票 是一点都不吃 因为 市区一家人就没入 最后三十五月 拿到拿不到 我也不知道 对吧 然后我们的预算数里面 也没有列入这笔预算啊 打官司齁 如果说要提供担把 好吧 算到AL100多亿 提供三分之一的担把 按照法院的成规 三十五亿 可是记住喔 那三十五亿 任何的打官司 可都是要白花花的现金喔 是 那为什么他开一张玩具的 玩具 玩具啊 二十块新台币 可以去买一本 那一本可以开几千亿 几千兆 不要说什么啦 美金都可以开得出来 随便你开啦 我们的尝试都知道 怎么这样子呢 今天我们拿到一张纸票 三十几百亿 我们已经尝试在文行里面 生日是否 对 做成立一定是这样做的 对吗 结果呢 他这张票就说 整张不能 一定要放在保险上 那换句话讲 不能拢下去喔 协议书里面还具体写 不可以放进去喔 换句话讲是 我要问日深深 有没有这三十五亿的现金 随时让他兑换嘛 我要问你这句话嘛 对 大家会问 他就去找了一个 所谓的赵峰金控 来帮他做担保 但问题是这样子 赵峰金控 这个都是买空卖空 因为 有没有在户头里面 没有这笔钱 没有落入去金钱 没人知道 所以他现在是 连一毛钱的 连利息他都不用付了 所以我要 所以我要 我要讲你最后一句话 就说 日深深从过去就 买空卖空 一路到今天 连我们要跟他 求偿啊 都还在买空卖空 帮他解他 买空卖空 谁讲的 台北市议员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钟小平讲的 他为什么说他 买空卖空 昨天我们讲过 等一下有机会 再告诉大家 真的可怕 可以买空卖空 而且不但买空卖空 还可以多多4亿的 周转金 让他周转 所以有这个得力 所以我要问一下 说 你问一下 你要竞争台中市长 哇 这个 做市长这么好 百万万万万 市长管理这么大 这门合案 我们一看 就知道 弊端连连 而且 也不可能 只有一个人 少数这两个人 可以办得到的 当然 这35亿 这个是有 全部要计价 或者是 有 兆风金的保证 其实政府会可以收 一定有 他的 协议书里面的内容 但是 在这些大别的金融 来说 我实在是有更厉害 不过 整体我给你看 你算算这间公司 他本身 就都全力做这个 联盟开案 你看 政策也好 合一处宅也好 差不多都在做这些大型的 台湾网站 都是网站叫送他 这也 我们应该这样看 当时 这个 他签这个役的时候 是公开招标 来 得标的厂商 其实是说 如果 麦英九出现 我就知道 这个麦英九一定有问题 如果是 公开招标 而 用 这个正当理由 来得标 得标以后 那么 你现在说 他是 马英九送他的 我是觉得 这个 有待上去啦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可以看 他这个 这个 联盟开挖案 到底 建价 是什么时候 建价的 合约是怎么定的 估算是怎么估算的 这个从哪里 拟定责任啊 我们不能说 因为 是 我只讲 是 这个 马英九总统 当时 当台北市长 就是他的责任 我觉得 这一部分呢 为什么 现在羁押了 这一些人 是 这个 现任的 我们台北市的 这些官员呢 我觉得 应该要把责任 拟清楚 不一定 说 只有一个人 因为这个事情 要不太清楚 我们之前 会调查出来 以后 我看得 想看得很难 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 这么大笔啊 对啊 我们应该 要延长这些 你现在说的是 司法的责任 但是 纵然 如果不是 马市长核定 是副市长核定 假设 因为副市长 中风了 现在说不清楚了 所以 每个人都 接线上 副市长 可能会这样子 难道 马英九都没有任何行政责任 没有道德责任 台湾市政府也任内 估价错误 这是 郝隆斌讲的 给人家A了一百百多亿 而且 那是故意的错误 诡造文书的错误 马英九都不知道 都没有责任吗 我想 每一个市长 他 可能 对某一方面 不是那么熟 我现在就讲 我们郝隆斌市长好了 其实 你看他 这个新生高架桥 或者 他在我们 發博的案子里面 或者在 我们双子兴 当时 沸沸沸揚揚揚 不是说 这个 我们郝隆斌市长 他本身有问题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 他 应该是对工程很不熟 他如果你要跟他讲 说就要讲環保 我想他是最熟 我觉得 委员 你九成九的地址 拿回三成的 产权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是做重大逼啊 这个是重大逼啊 这个是重大逼啊 这个当然是重大逼啊 我们 那我们 我们应该要 要继续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 我们开双框的画面 可以看到了 那么我们的行政院长 江泥化 他来到了台北地方法院的现场 大家看到了没有 那